7月6日星期六 九哥周报 昨天就业数据理想 所以就令股市下跌 星期五晚的就业数字公布超于预期 飞龙的职位增加了22万4千 比市场预期的16万多 虽然失业率稍为升至3.7%或3.6% 但市场预期 今个月的议息会以减半厘的机会 几乎幻灭 10年债息涨了9个基点到2.04% 各大美股指数也曾经跌超过1% 之后反弹收市仍然有微跌 这个星期应该下个星期市场 会注意的关键事件 有多少会与利率有关 星期二晚就会有上一次的议息会议记录 星期三、四就会是鲍威尔有听证会 在国会那里 所以它应该会展示一下利率情况 看看如果现在贼业数据好又会怎样 另外星期四、五就有CPI 星期四CPI星期五就有PPI 这些通胀数字加起之前说的这几样东西 都会帮助市场去调整 看看月底的时候减息的情况和机会 也有分析完预期 因为出现了这个高预期的就业数据之后 7月底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后 决定的可能性 现在也挺阔的 由减0.5%甚至乎到 息口不变 原来大家都有讨论 我相信这次来到这里 市场的预期这么阔 就是说本来减半厘 现在可能变回是0.25% 甚至乎会不会没有机会减呢? 看看上一天的10年债息的波动 就是上升了这么多也挺厉害的 下星期有这么多事件的时候 我相信市场会有更多的资讯 可以调整一下 看看看法会如何 波动难免 另外美国已经表示中美已经开始透过电话商谈 以后可能会进一步回面 再讨论贸易协议的安排 虽然大家放箭有很多问题 中国也列出了不少条件 包括如果要协议的话要取消所有关税 似乎美国还没有回应 也没有回应中国要求 就是说华为的情况如何 现在又说可以输出 到底有多少事情会搞呢? 现在我也在想 等待美国再说才会有进一步的资料 再看一点点 星期五的时候我曾经提过简单点看两个东西 首先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我那天星期五说 星期五的水平我们看了96.5% 出了一个很优于预期的飞龙 上个月出了7万 今个月出了22万4 虽然合计是16-18万 所以为什么我不喜欢做星期五 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五的就业数字 就是没得估计的 一开就这样单边去了 现在直接冲到50天平均线近97 那下个星期要怎样呢? 这个会是分水岭 应该10年债息 星期五晚就一冲上了9个基点 那天晚上很快就看到升过了两年 来到这些水平不是特别差的 不过情况就是现在上到20天平均线 也不是... 我们下跌的时候不是经常看到的 如果继续上升 利率和美元应该同样 如果继续上升的话 金股债也会有点麻烦 我想或者看看指数时的上升 和恒指... 期指 其实我之前也有提过 上升现在到了差不多10天平均线 看技术似乎也上不了 期指也是在星期五 下午开始也挺弱势的 也下跌到10天平均线 HSR已经大幅开始 变成现在低水三四百点 其实支持了这个弱势 这两个指数我相信 期指也会跟上正走 标期上星期仍然做好 星期五早上曾经去到3000点以上 结果因为这个就算打了下去 昨天晚上去到2970以下 收费也反弹了20点 我相信看看可不可以再去创新高 也要看看对利率的走势如何 才会相反地走 如果利率再走上的时候 可能指数会有向下的压力 再谈谈黄金的价格 之前也有提到 我们仍然会去看1380至1440 这个大幅区间 我想现在在这两三个礼拜也挺大 仍然要去看 希望1380大概是20天平均线 绿色线的大概水平 希望可以是底部 如果在极端的情况下 因为下星期有很多会跟利率有关的事情 极端情况可能会试到这条粉红色线 记不记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画了 六年的阻力线 现在突破了 理论上这个变成支持你 现在这个粉红色线 其实也跟我们整个从这里上涨的回调的差不多 都是0.5在1355那里 1355和1350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0.5如果跌穿了就会有麻烦 来得到1350我估计市场应该可能已经在想7月没有减息的机会 这个也挺极端的了 任何情况之下 我暂时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现在跌穿了下星期 或者在7月之后跌穿了1300水平左右 基本上大长金可能已经终结了 暂时来看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不会高过一成的 暂时这样看 有进一步消息是时候再跟进吧 大家可以重新看看 我也会放在视频简介里下 下个星期也会有很多重要的事件 看看利率的走势那里 我又看看联储局如何去 让市场不要这么波动 也要看看总统先生如何继续说减息各样 到时又会让美元降低一点 好了,有什么问题大家留下 我会尽量再回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赞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